中国奥斯卡之称的华丁奖在立即了北京 上海 香港 还有澳门之后 2016年的第21届颁奖典礼 12月15号将再次回到了美国的洛杉矶 而且传出阿诺 史瓦 辛格 还有冯小刚也会出现 敬请观众期待 走过十个春秋的华丁奖成功举办多届颁奖典礼 不止中西放电影名人包括尼克基德曼 成龙等巨星 千字前来领奖 迎接2016年的颁奖 知名华丁女仙卢燕更亲自为华丁奖站台 并担任了评委会主席 因为活动开放 民众投票更代表着13亿中国人的选择 中国跟美国越来越近了 希望他们多了解中国的电影 希望他们多了解中国的演员 其实中国有很棒的演员 每个演员都很好 而且制作的水准也是不差的 而且我们中国有这么好的山河 这么好的风景 不同于电影文化领域的华丁奖发布会上 天下英雄传媒集团主席王海鸥强调 有着中国版财富500强的华德奖 首次在美国举办 表彰商业经济领域的杰出表现人士 华丁奖扮演了一个桥梁的作用 就像我们当初所说的 那么希望能搭起在太平洋之间 能给两边的电影集的人士 能搭起一个桥梁来 我觉得这两年大家也看到 很多的美国的电影走进了中国 那么很多的中国的制作公司 也走进了好莱坞 我觉得加上这种融合和发展 2016年的华德奖颁奖典礼 将于12月14号下午5点起 在洛杉矶市的万豪酒店举办 15号下午5点则会在ACE剧院 举办华顶奖的颁奖典礼 超过200人组成的中美文化交流团 将一起迎接这场盛会 为中美文化娱乐交流 添砖加瓦 东森新闻 魏宽 杨平俊 在洛杉矶采访报道